啊 可不是吗 这个地方 夹山沟 叫青竹堂冷风嘴 再往前走 有这么一条大江叫原江 三点水 一个圆子 这股江啊 是由贵州起 流到湖南 它是由南往北流的 这么一条江 可是打云南这走的时候呢 这个水势最大 这个原江的水面 到云南省境面 到了园陵的地方 是汪洋一片 那么这个云南省的班头 它对这一省之地 地理是非常的熟悉 孙两知道 这是个要紧的所在 尤其呀这股差事 人命关天 就走这个青竹堂 冷风嘴的时候 格外的流神 没想到这地方 没事 平平安安就过去 谁知道来到了园陵地面 就是这个园江的江边上 刚出这竹堂的尽头 就是这河滩 在这河滩上 有这么一拨人 前来接这囚犯 为首之人 就是细水江珠 陆风陆松坡 来的真快 勾勒一拨人 有那么五十个楼楼兵 三个为首的 这三个为首的 一个是这五五叉 一个是二郎夺 一个是牛头党 本领都不落 孙两一看这陆风楼面 陆风也是暗犯的 在他的暗犹之内 挺枪过去就刺 他站不过陆风 剩下那三个人 二郎夺 牛头躺 五股叉 可就把李英给围了 把李英围了之后 自己站不过陆风 只可以跑 开始呢 然也给劫走了 自己低了枪 只能死 一看那三根本领 都不比李英落 陆风呢 把自己舍了四根 打李英一个 站时间长了 李英也是死 所以想到这儿 活不了 自己找地方上吊 整碰上同林 现在可就没故事 细说了 您赶紧快走几步 出这片竹林 投了河滩 让那儿还打着 晚到一步 李英李世军的性命有伤 丢了差事 咱们可以再抓 再多添一条人命 可了巴的 同林有心 跟着他前去救人 可有一劫 这地方连出匪道 刚才歇虎的白亮 断道行财 前面又有 劫秋犯的巨尾 自己倘若 舍得 贝利爷救救人家 贝利爷要让人家 给劫走 怎么办呢 孙步头 可不是我 这个身手不管 我 白脸可就明白了 同林是个职性 应该去 海川 你甭管我 你走你的那那行 把您一人扔给竹林的 里可不成 再说了 这个竹林临身的 就说没有匪人 您走丢了也不行啊 我还在后边慢慢粘粘 您可不能过去 这头了出的竹林 就是杀人战场 您过去一时 我有个照顾不到 绝严您的性命有伤 可这天大的事情 这一句话说 嘟了嘴了 孙亮是个 马上官人 孙亮方未听 一个都买 这位还有绝位呢 公侯伯子男 不知道是什么 他哪是这位贝利 皇上的亲儿子 孙亮这会儿 可也为难了 也知道童林扔不下 这大官 哎呦 侠给您说 这可怎么办好啊 正是三人为难之地 蒙清泽出了 那头又有人说了话了 焦丽丝海川 因何在此啊 由竹林的里边 出来三个人 童林抬头一看 镇东霞侯廷 带着司马良下九龄 全赶在这儿了啊 可算追上 那说怎么才追上 这里的还真有点事呢 就因为啊 红义尔 司马良下九龄 杨小翔 杨小翠 这五台子 好不够 磨着这几个大家 正兄正天回 高林高原府 红利 红炳南 想办法 绊住了 侯振元 今天高原府请客 明天是红利请客 后天是正天雄请客 不让侯廷走 就这么耽误三天 要完就凭着侯廷的角力 早就追上 人也知道 这几个孩子好不够 你别忘了 侯廷这人很严肃 但是八十多岁 人哪有不爱孩子呢 这几个孩子都十八九 长得也漂亮 武术也好 说实在的 镇东霞也爱心 就这样惯着他们 又待了三天 这三天头上 实在不行了 才辞别三位庄主 那么吴小弟兄 也是一一惜别 放下 三位庄主 跟仨孩子 咱们不说 单说镇东霞 带着这个司马良 下九陵 有后半年 也准知道 这个海川的角力快 但是有背了也走不快 哎 怎么那么巧 走来走去 走着青桌堂 冷风嘴的 巧一背了也跟同鼻 就看有一白头老头 跪在地上 连枯带笔伙的 侯廷看不明白 这才带着俩孩子 现身行 给爷请安 俩孩子过来 普通跪着 给背了爷爷请安 背了爷爷一看 这俩孩子高兴 这好几天没见 真想啊 老侠哥 您到了 就是一句老侠哥 孙亮跪在那一听 太好了 又一侠哥 这大官 有人陪着就好吧 这位侠子 您甭管什么侠子 您快救人 是侠子 没有不救人的 侯廷一听 刚来 怎么就贪事啊 海川这怎么当的事 海川一听啊 没工夫跟您细说 咱们道上说吧 司马良下九龄 好生的服事绝业 老哥哥您跟我走 孙亮在头前带路 哥两个后面跟随 半路之上 同林伸手摘风月 老侠子探背膀摘下来 龙渊大宝 见小名叫做小亭峰 就准备厮杀 不多一时出竹林 一到土岗 三个人登土岗 往下一看 喝贪汁上这种杀着 有一辆大车 车上的拆水就没了 孙亮抓了个一辆大车 压得拆水 现在压车的这些人都没有了 单单的就剩下 这个理应 栗战四扣 人有五十个喽啰兵 每人都是一口大刀 验别致排斋 在旁边站着不过的身手 侯庭一看理应不认识 但侯庭心中按赞罢了 这个人武术不错 明人的指点 高人的传授 这个刀法不乱 别看栗战四扣 身处下风 但是脚底下清楚 手上都明白 一时之间四个人 四样家伙能递不进去 再看围着这四个人 其实哪个人都不比他弱 可有一解 不会群战之法 你上去我下去 你上去我下去 永远理应是跟一个人打 这四个人要想打 得有一定打法 再一看理应脚底下 喉听不由的暗赞 教理应功夫这个人 就是使高的这个人 他师父是高人 书中代言呢 就是神强向今来 李要李光辉 怎么 这个呼吸跟那脚步 能配得上 一进一退 都有呼吸之法 要不然盯不下来 这么长时间 早就累坏了 现在理应也豁出去了 只求自保 不求贪功 只要我能耗到 孙亮本人勾了就行 他哪知孙亮自杀去了 李应跟这四根动手 就知道今天难逃公道了 这四根本领都不错 把自己围在当中 先开始自己 还能够递招换势 见楚下风 看住了门户 上不及头 下不及身 这一口刀 航上就下 行左就右 光见刀光 不见人影 跟这四根人打 别看一时之间能保 但是功分大了 可不成 这儿正招着急的 咬着牙 玩着命 孙亮在二侠子道 侯庭侯镇远 在土港之后 看得清楚 这会儿 这会儿 这会儿我不给海川贺号 什么时候给这贺号 要想让海川天下文明 谁都知道有个震巴巴 就在这地方 老人家现身刑 手腕剑瓶 扬手高声段和单 光天化是胆大的责任 竟敢公然行抢 抢的是国家的药犯 以众七卦 舔不知识 愿不知道 镇八方 死边 昆仑霞 丛林 同海川 闹了吗 喊着可是 丛林的名字 众贼人 一听 有人前来相救 虚晃一招 各自跳出圈外 拿兵刃 护住自己的身子 甩脸往 土港方向 管桥 理应赶紧以刀护体 往这边窜 大喘气 您别看这么半天 没大喘气 一呼一息 都得配合这招式 现在这汉 这才算出来 拿着这刀 靠着这大车 往这一站 要缓缓精神 是以备再站 这贼人一个走的没有 站着都瞧着 同学一看 老哥哥 您报我的名干什么呀 您报我的名 那我报谁呢 呆 好大胆的贼人 现有圣守昆仑镇东侠 猴廷猴镇远 在此 众贼人一听 抱童林没人跑 一报侯廷 亡命的鼠窜 本来不带劫财 被劫差事 差事已经带走了 何必多惹江湖中人 众位战术人 各打呼烧 带领五十楼楼兵 登船渡大将 人家走了 同龄一看 盗爵 脸上无光 李英可得出功夫来 李英 手处着单刀 靠着这辆大车 这可不是标准的修车 这是正的车 往这大车上这么一靠 喘一口 云着气 可不能老在这站着 一看责人退去了 刀交在左手 围着大车转圈 走 干嘛 这样才能换气 你要是特别累的时候 尤其像李英这样的武术家 他懂怎么歇着 真说现在睡一觉 这口气都缓过来 第二天还累 还得在运动当中 把这个气息调匀了 围着大车慢走 走的可慢了 调动呼吸 好把这口气震过来 要气归在丹田 刚才呢 是把他发于四肢 现在就把他收回来 这场仗打得可把李英累坏 贼人退去了 头廷跟同龄两个人来到了江边 勿不上李英 望江而叹 奈何一劫两位侠子 都不惜水性 就洗水性 也不能说游着勇追人家船 人家是大船 而且穷头莫追 在大江深处 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凶险 所以只能就此罢了 两个人回头再看李英 不由得 口庭暗身 大致佩服李英 确实经过高人的传授 片刻之功 这口气已经缓得差不多了 金眼英孙两跑过来 虽然我把李英给救了 但是还是眼睁睁看着 责任就把陆阴陆小孙 给劫跑了 这也是无计奈何的事情 干剁家 往远处一看 俩小孩司马良下酒流 掺着威脸 盖下来了 威脸走到窃进 一看那四人 就知道拆是已经丢了 怎么 真有胆大的责任 把这半恶之徒 给抢走了吧 是啊爷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我跟海川一现身 把贼人给惊跑了 那么慢慢的访查吧 孙两一拽立 两个扑通碎在 侯廷的同龄的面前 现在云南府十八条 先见后杀命爱的元凶路 已经被人劫走 凭我二人 涉险过家 就即便我们到了那儿 知道他藏在哪儿 找着这窝骨子 看今天跟我们动手这四人 我二人不是他们的对手 要想把这路 应该给抢回来 是比登天还大 没别的 救人救到底 送佛送到夕 您不是伸手管了这档子闲事了吗 还得着落在二位侠客的身上 万难无推 无论什么样的情况 千万您不能回绝 我们俩为什么 回绝我 我就是死 李英身背着十八条命案 他现在是败败 背着露银才能洗刷 他的冤枉 他才能活 孙两更蒙体 你家的好几十口都在监狱里面压 政府 头停一看 后退半步 拿眼看童林 童林伸手相掺 二位侵袭 此事着落在 我童海川的身上 一言出唇 可把侯廷给难坏了 侯廷拿眼看着童林不住的点头 是又气又爱 好可气童林啊 这就叫做自不量力 哪儿你就管人家这点事 你管得了 自己现在 元凶正差 没逮着呢 到了二小 含道无知广 不知所踪 你这还没找着准分地儿呢 你还管人家无事 你管得了管不了啊 说这个贼人 如果说胆达妄为 继续行凶 还做二 不难找 就怕什么 就怕着抱哥哥一忍 一碗季江湖 长得渺无人烟的地方一忍 蒙多了 忍上三天二载 你不雅如大海捞针的相话 他能忍你可忍不了 二老高堂都在北京 你别忘了那叫侵犯 黄罗派你抓人有限期的 你现在是待罪补到 到时候抓不着把你罚办 就随了人家心愿 人家那条计就使对了 再说我 我实志望的是 年过八旬 退隐江湖 干老林泉 到现在 我爸苍苍 黑星带月 跋涉江湖 我跟着你出来玩命 什么叫做海角天涯 跟着你一创瞎撞 我同玩许的呢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 哪儿你就答应这么催生 自不良力 你办得了办不了 这是可气从灵 可同时又可爱 什么 身为侠和二字 急功好义 见着困的 没有说怕的时候 办得了办不了 你甭管 我硬我 我替你办 我办不了 我死去 同林就这人 他有他可爱的一面 所以侯庆看着指剑头 同林要答应 侯庆说不出来不算呢 好吧 二位 此事着落在 我与海川的身上 此处不是讲话之所 有此奔正习 有这么一座青龙镇 咱们镇 咱们镇内打建 侯庆来过 侯庆少年之时 闯荡江湖 来过云南 知道这地方有座青龙镇 有冷风嘴 这个青猪塘西口出去 这边是一片大江 吕顺庆的大道 一直往西走 可就进了这座大镇 石的大街 路北 有这么一座店 这店伙计一看 来了这么一股拆 一挂大车 这几位熊九九气昂昂 还带着鸭鸭 不愿意接 为什么 店里的就怕住这样的人 饶着他白吃白喝 挣你的房子 临走的时候 还得找出很多毛病来 所以伙计呢 不主动往里让 倒是呢 洪海关 美方前站 跟伙计说话 伙计有 空余的宽敞的 干净的电房 我们要住 跟您说 我们别垫打出马了 您再走一下 脸上带出为难来 伙计你发了很宽 我跟他谈话 伙计 看见没有 差事是差事 我们可是空车 我们跟一般的差事不一样 并没有压界的犯人 你别看这几个压兵跟着 但我们 是偶然的 打这路过 凑得一块了 住你的店 不但给钱 额外临走 还多给小贵 伙计一听 他没办法 话都说到这了 摘去下门坎 让大车往店里边赶 胜头卸下来 拉到后边刷起 一撂大车就停着当圈 找几官 破布草席的给扇上 怕的是下雨 人满兜窗柜板走过档 让个店里头 一看这店还真不小 单有这么一个跨院挺清静 满兜这一人几个住 上房三间 一人几个可就进了这中厅 到中厅 由伙计伺候打其连水 大家伙擦脸漱口 这把茶叶拿出来 跟伙计要开水找茶壶 把茶给漆上 同龄 让司马良下酒 领把盘费拿出来 交给这个店 这叫压柜 所有我们这些人 在你店里边的 吃喝拉撒 都由这个银子里头出 到最后呢 也甭找零钱的就算小费 还真不少给钱 我的店钱眼开 一看那钱给的不少 几位严谨是在店里面大火呀 还是吃小的 还是外面吃去 还是有那个酒楼 我给你们叫菜去 同龄点了点头 找有名的办庄子 你看着点 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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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酥 酒给我们多来 我们要解解罚 是吧 这个伙计拿着钱 去办事 一会儿由饭庄子叫来 韭菜 风风涉涉 就在这屋子里头 这么一摆 人几个要喝这酒 您琢磨琢磨 李英跟孙亮两个人 把差事丢了 那酒喝得下去 李英一端这酒杯 猛然间想起自己 有国不能投 有家不能奔 空有一番武艺 现在大小的弟兄 陆寅不小好 身堪下留 身犯国法 将然的要把他逮到了 又出了事了 让贼人把他劫走了 自己身上的罪名 何时得以昭雪 什么时候能够重返故里 再回云南昆明府啊 人生天地间活的是精气神 有这精气神这人 多的都看着那么精神 那么高兴 心情愉快 现在这点精气神 一没有了就是陈凡 酒路愁长一端这酒杯 下不去 这酒冲老江 李英端这酒杯 打了一个嗨一声 把这酒杯 往桌上一堵 停杯不饮 他这一嗨不要紧 旁边的孙亮一看 眼泪都快下来 就知道李英心里想的是什么 李英叫背屈寒冤 三宅有余 人家没干这个事 愣说是人干 我呢 追了他三年多 十指望 元凶正冠就是李英 咋知道是录音呢 好可怜 一家大小 二十七口 待至狱中 高党老母都九十了 身为人子于心和忍啊 酒杯往这一蹲 不喝 红铃一看俩眼仨愣 心了话说了 跟我是同病相连 露银失而负责 不能交差 我同海川 一样 二亲犯现在 踪迹不见 不知身落何处 现妻一到 我就得尽精请罪 到那时 难免我的人头不保 好可怜 二老高唐 不仍侍奉 膝下就是我独子 同海川 我小名叫侠子 不能够侍奉高唐 我什么侠子 侯庆一看 你年纪轻轻正在创业的时候 从我这是秃上 白发苍苍虚发皆白 八十好几了 放着想幸福的日子不敢 按则真火烧朝霖 皆因你从灵而起 多年经有悔之于大 要不是发现得及时 好可怜 侯庆装一千多口的人 要葬身火海呀 多少年小平风没杀过人 自跟着同林出世以来 火烧朝霖林 剑斩二寇 就在太湖药镖的时候 剑斩三寇 清水滩烈焰寨 一放三寇 侯庆我惹来无数的麻烦 尤其这次杭州历类 两次杭州历 给自己输了多少强敌 自己这一辈子在江湖上 一步俩脚印 能够多面的珍重 没想到老了老了 难免我的晚节不保啊 这一世的英明有可能 复制刘淑伟 一人叹一口气 把这酒杯往这一蹲 背里也瞅瞅这位 看看这位 火急看这是跟我们啊 我没见招你们了 白虎老师说的多好听 进门不找邪谄 这邪谄就来了 甭问 不是酒冷了 就是太咸了 要不就是犯生了 干嘛呀 一根堵了点蛋子 还生叹气呢 说哪是喝酒啊 没人说话 几位爷 您心里不痛快别这样 那小的我在旁边 伺候着心里都怪难过 您几位一这样 把我的陈凡都攻击 背里也一听 你跟着起什么风 他等似人心中各有 自己的心腹事啊 谁愿意这样 非礼爷您别看 居庙堂之高 不知江湖之远 可有一节 这是日后的皇上 最能体会人的这个心理 要不然怎么 驾驭自己的这些个臣子 那么些人 那么些心眼 都冲在一人时 日后的雍正皇爷 日理外籍 一带的贤君 就拿大清朝来说 从开国皇上 一直到末帝宣统 最好的 最优秀的同志们 就是印珍 就是这位雍正爷 没毛病 一欣慰的是 大清爱新觉罗市的江湛 打算打造一个万年一同锦绣山河 一腔的血全都在工作上 不用人家督促他 也不用人家提醒他 他爸呢 康熙 文治武功 打八岁当皇上 当六十多年 您多不多吗 那荣应 他儿子乾隆 八十多岁当皇上 也当六十年 又当三年太祝皇上 都比他瘦高 都比他当皇上年头多 但是吃喝玩都造钱造车了 他攒一辈子钱 让他儿子乾隆 六十年皇上全造了 就乾隆再往后大清朝 他儿子走下坡路 这您看清史 就不是我瞎说 所以他明白这四文 各怀心无事 此处不用你伺候 换你再来 是 我这个就出去了 我这将然出去 就听那外边一阵的大乱 人声喧哗 童海关一听 不知道怎么回事 站起来 报了个拳 跟几位告了个变 往外就走 这说童林贪贪热闹 倒也不是 童林这么想 大家伙团团围坐 跟他这儿嗨声叹气 这酒可怎么喝呀 干脆 我躲开点吧 我呀 我外面 我看看因为什么喧哗 咱童林出了这跨院 在那儿勾奔店门口 一看坐走 什么 带不来你老头